这几天NetsHire上门罗算法的收益经过几天的下跌又涨上来一些 现在我的CPU收益是每天14块3 这个已经是刨去电费了 CPU是7950X 算力是20K 当然我现在调成的是17到18K 是低功耗模式 按正常来说是 这款CPU是20K的算力 这是它现在的收益 我估计收益的增长还是和之前提到过的ZEPS这个币有关 咱们看一下它现在的收益 现在是20K的收益是0.8224个币 说是稳定币和美元挂钩 但是咱们现在看它的价格 这个是买价已经是2.7美元了 卖价是3.35美金 这个币的价格涨了不少 之前就是1美金或者是不到1美金 是不是这种带隐私属性的稳定币会有人去炒作的 这个不太清楚 我建议挖矿还是可以挖的 但是要买这个币还是算了吧 风险还是挺高的 这两天又发现了一个叫EPIC的币 它现在的收益貌似也不错 这个是我按2万哈希就是20K哈希的算力计算的 每天的收益 毛利是在19块人民币 刨去电费我这边是16块钱 也是挺高的 但是这款币并不是新币出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也是最近刚知道这款币 这里有一个网站列出了很多款CPU在不同算法下的收益情况 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是骁龙的7742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EPIC这个币 但是这里面没有那个ZEPH EPIC这个币的收益 7742的是12美金一天 我用的7950X在这里面没有 但是可以找它对应的算力 这是一款线程撕裂者 算力是21K和7950X差不太多 它的EPIC的收益是2.3美金一天 和这个网站应该差不太多 EPIC这个币的算法也是门罗算法 这个Redm X可以从这里点进去 这里面列出了它的两个矿池 这个我没有进行尝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咱们点开看一下 这是它的两个矿池 这个币有不同的算法 好像GPU也可以挖 这里面显示它的算法 可以看到这个是门罗算法 还有其他的算法 其他的算法可以用GPU去挖 但不知道收益如何 反正这些CPU的币 它们的收益涨 Netshire上的收益也会涨 因为许多人去买Netshire上的算力 直接导入到矿池去挖 而且Netshire上的收益 从6月初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比我预想的要好一些 希望它的收益可以稳定住 不然的话 我新买的CPU矿机是回不了本了